好,我们继续学习歌曲缝络 以目日干 寅毛晨冲济四五位夏季 生有序秋,亥子丑冬 这是十二月见 以目正在丑月 丑的本期是几土 这是什么,天才 他首先是具有偏财这样一个机会的 而如果四有仇,三合了 兴仇,四有仇,他就是一个七杀 也就是偏观 就是偏观 也可能是什么呢,正观 如果亥子丑三会语了,就变得硬了 所以这里面呢,他有几种呢 一,二,三,四 他里面有三四 当然了,正财 这个西方不大,因为误图 他是正财,他是仇图 硬 害子丑 三会的话,他也可以偷出正硬来 不管正硬偏硬 总之呢,财硬不分偏正 在六格里面这样讲了 我们这个地方就写的 它里面有四种变化 而乙木圣在紫月呢 鬼水是什么呢 鬼水是一个偏硬 鬼水是一个偏硬 如果是仁子呢,是一个正硬 总之,他是有硬 他是有硬这样一个格局的 至于说,生子丑还是硬 害子丑还是硬 所以他就是这个硬 害 是仁水 仁水是什么,正硬 如果害毛卫三合了 就变成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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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惠城水局呢 它还是硬 所以他里面有两种变化 他里面有两种变化 当荧幕遇到了序域 首先看本期的雾图是正裁 一旦地质 因五虚三合火了 零火就是上官 如果生由虚 正官 偏官都有 它里面有 一 二 三 四 有这么一些变化 会不会是食神呢 食神是什么呢 野武虚 是三个阳之 它只能有丙火的商官 不能有丁火出来 所以说呢 它就是商官 到了有越的心经是一个偏官 其他的没有了 其他的没有了 其他的只有破局 再有破局了 所以说从这个 格局上 它就是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 所谓的正气 偏就是这样 一目浴露的时候 本期是一个正官 如果三合水 冷水是一个正硬 一旦 生由虚 生由虚里面有更经 也有心经 那就看谁透出来了 它可以是这么的 官杀 官杀 但这个官杀和杀棉的正官 它有区别 我们把官这个官去掉 它还有一个七杀的 这样一个可能 它有七杀的可能 魏土 魏土的本期 集土 集土是偏财 集土是偏财 然后 汉堡胃 这一合以后 是个结材 就是笔结 这个笔结了 四五位 可以是三官 也可以是师生 是十 三十 来看看五月 五中呢 有 本期的冰火 是什么呢 十身 那万一集土出来呢 集土是什么 集土是个偏财 不过这个集土出来 它也属于什么呢 十身身材 它也属于十身那边 可以叫双隔 也可以叫尖隔 叫两隔并出 因为五火的天干 它只能是 它只能是 夹 饼 五个人 四火的变化 有多了 一目间的饼火呢 它是什么 三官 可是有一点 这个四火的天干没有饼 它有丁 丁四 十身 如果四有丑 透出新金来的 变成什么呢 七少 天官了 天官了 三灰菊 又是时尚 三灰菊又是时尚 尘土里面呢 三灰菊 它有水 有木 从本期来讲 是一个 材菊 如果 生自尘 喝出人水来 就变成硬 三灰菊呢 就变成劫财 因为劫财忘了 结去破财去了 某木 都不要疑惑了 它没有变化的 它就是仪木 这叫什么呢 建禄 也可以说是禄结 也可以说是禄结 到这个地方呢 它就是个结材 月结 也就是所谓的仰刃 要是 出了冰火了 化结为伤 化结为伤 它有这样的变化 这是仪木 大概的这样一个 当然 这边还会有其他一些变化 包括天干的 包括地支的 还会有些变化 我们一步一步来 这是格局风论 仪木日干在十二月的 大致这样一个情况 下一堂课 我们讲明火 我们讲明火